为了欢度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佳节 以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5周年华诞 美西南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在昨天晚间与南加州大学举行了 2014美西南中秋及国庆文艺晚会 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反映留美学习生活 突出中美之间紧密联系 各类文化艺术相结合 从流行歌曲、经典金曲、中西舞蹈结合展示 以及自全世界的留学生舞蹈组合 来带来具有地域特色的表演 美西南学联的作用是连接各个学校的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促进中国弘扬中国文化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然后也是一个领馆与各学校学生之间的 连接的一个纽带 自美西南学联成立至今 每两年举办一次南加州 最大规模的留学生学者群体的中秋 以及国庆大型文艺晚会 参与的高校从北部USSB 到中部USC、UCLA、UCI等等 参与群体综合了从刚入学的新生 到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 有参与学生职 晚会是难得的平台 让他们可以展示一下才艺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是从国内刚刚过来 然后之前在本科的时候 我们也有参加过类似的演出 然后在这里难得会遇到 这样一个大的舞台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舞台非常好 然后也有机会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的一些才艺吧 美西南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 简称美西南学联 成立于2003年 是美国西南部 包括南加州、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州 在内的学生联盟组合 目前有20余所学校的 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加入联盟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4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